這個人高雄歷史哥 他是在散播俄羅斯跟中國的假消息 我們看一下他在近期的跟借文集 這就是前台灣主紐西蘭大使 在直播中說了些什麼 烏克蘭的增兵處在路上抓兵啊! 這是假消息 而且烏克蘭政府已經澄清過很多次 針對流亡海外的烏克蘭人進行增兵要求 這個也是謊言 而且這個謊言是俄羅斯透過他們的電報群在散播的謊言 並且如果我們看英國政府跟烏克蘭政府 也已經發過澄清文 所以這些東西是假的 所以這個跟中天系統非常有關係的一個直播頻道 也試圖影響到台灣人的烏克蘭人的觀感 歷史哥跟借文集在他們的直播中 一字不漏地把俄羅斯大外宣的論述散播出去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頻道的內容 它就是俄羅斯跟中共的大外宣的工具而已